中共能源局官员放出口风说要开发怒江后 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反对 有专家从政界商界和学术界分析了促成怒江开发的原因 有专家表示开发怒江从地方政府的税收和GDP上显得有利 但民众的生活土地却必须遭到牺牲 请看详细报道 怒江作为中国西南部最后一个还没有兴建水坝的原始生态流域 坐落在欧亚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结合部 这一区域目前属于地震高发期 长期研究中国地质水利工程和西南地矿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们 在媒体上纷纷阐述反对在怒江上建水坝的观点和理由 而在怒江上建水电站的提案曾一度被搁置了六年多 现在为什么又被提出来了呢 四川地矿局总工程师范晓认为 上马一个大的工程对政府的好处主要体现在 大陆考核提升官员的重要指标GDP和地方政府的税收上 据海外媒体披露 大陆一个工程中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经费 是落在各级开发商的层层转手倒卖上 开发商当然也是得力的 开发商他一个项目拿下来以后 他就会获得银行的贷款 贷款以后他作为一个总的承包商 他就会在这个工程的发报功能上获得非常大的利益 至于以后的问题他是不会考虑的 官商的联合一般就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那为什么还有一些在水电工程领域里 名声很大的学者专家也参与进来举手赞同呢 这些专家都是给他们水电开发商做相应的评估啊 还评啊 他们很多项目的钱都是开发商给的 在以前很多项目 这些专家都是作为开发商委托方来做很多工作的 他们就是长期以来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的 范晓表示 开发怒江会给当地居民带来很大的影响 由于怒江流域两岸山斗坡急 近几十年 原本是带在高山上居住的隶宿族和怒族人民 逐渐迁徙到沿江两岸 土地最肥沃的河谷地带 要修怒江水坝就要淹没当地主要的粮田和人口最密集的住地 本来从山上搬下来的人有些要往回搬 这样对生态会造成破坏 如果几万人搬到外地去 从已知的移民获得的实际补偿来看 他们的命运和生活会完全改变 新唐人记者赵新枝 王明宇采访报道